這是光譜儀的主機 那這是我們的載胎 那這邊有我們已經製備好的材料 以及上面有不同的樣品 那我這邊先DEMO一下 假設今天是第一個病人檢體過來 那我們就會在這邊對它進行對焦 對焦好之後連線到軟體 直接進行測試 這裡看到就可以看到說 這是第一種光譜圖 在檢測人員操作下 沒多久就辨識出榮耀巴拉義 這是由林口長根、清華大學、台灣大學 及台北馬街聯手打造的 可西式拉曼檢測平台 從臨床需求出發 結合最新分析化學與奈米科技 開發出新式拉曼光譜檢測平台 僅需要少量檢體 30分鐘內就可以得到結果 就像電影不可能任務裡 阿湯哥的紅魔辨識技術 因此又被開發團隊 因為不同的代測物而採用不同的檢測方法 也不需要有這些專一性的抗體修飾 我們就可以做所謂的免標記的檢測 這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的濾紙上面 設計了奈米金屬結構 那這些奈米金屬結構的表面電廠 就會放大這些代測物的拉曼訊號 那我們最好的情況之下 可以放大訊號到達一兆倍 參與研發的林口長根醫院 臨床讀物中心主任 嚴仲海表示 可西式拉曼檢測平台 比傳統的檢測法速度快上八倍 對於臨床中毒患者 治療上有極大的幫助 如果可以在半個小時內 就可以診斷 可以確定診斷 我們就可以開始治療 像巴拉義的話 我們想說 我們要盡快 如果知道說它巴拉義中毒 然後我們就想說 要趕快使用高劑量免疫治劑 還有高劑量的一些類固醇 這樣就可以 這樣我們巴拉義我們說說 黃金搶救時間 最好可以越快越好 最好可以在四個小時以內 然後自己說陶石松化也是一樣 要越快好 如果我們可以在半個小時 就確定診斷 給上我們解毒劑 我相信就可以改善 病人的一些存活力 除了辨識速度快 可西式拉曼檢測平台 可辨識的範圍也相當廣泛 不僅有助於醫療 對於食品安全 及司法科技也能產生影響 像新北幼兒園 胃藥案出現的檢驗爭議 渴望不再發生 如果說我們在急診 依照一些毒品的濫用的案例 因為我們知道說法務部 他那個毒品有分一級二級三級四 很多種毒品 然後又那麼多種 然後有一些又是新陰毒品 像卡西銅 那是我們傳統都沒辦法檢驗 那如果說未來的話 有這種機器 我們遇到一個毒品 藥物濫用 那醫生也不曉得是哪一種毒品 就可以用這個拉曼的光譜 那個平台來知道說 到底是哪一種毒品 然後醫生就可以知道 半個小時就知道 我們就可以對症下藥 這項突破性研究成果 已經在今年7月 發表在知名國際期刊 備受國際肯定 研發團隊期盼 能在3至4年內正式問世 讓嗜毒阿湯哥 幫醫師挽救更多生命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